嗨好 大家好 最近呢 就夏天到了嘛 然後頭皮就會變得很容易出油 可是我相信一定有超級多妹子跟我一樣 就是非常非常喜歡洗頭這件事情 我最近啊 就是有在日本那種老綜藝節目上面 學到了一套 就是只要我們正確的洗頭呢 我們就可以稍微延長每一次我們洗頭的那個間隔 這件事情真的是太重要了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直接開始吧 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馬上把整個頭髮全部都打濕 然後我最近有換了一款新的臉蓬頭 這個是對面的除濾點蓬頭 然後這盤它是可以過濾雜質跟加壓省水的 因為我自己是比較喜歡洗澡的時候 那個水是比較強一點的 然後這個呢 它是可以換濾芯的 然後它不管是在冷水或熱水的情況下 都可以很有效的除濾跟髮型 把它拆下來之後你這裡就可以看到 濾芯就在中間這裡 那大概是三到四個月換一次就可以了 等到你去換濾芯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你過濾掉多少乾東西 然後它的這個花茶啊 除了可以調整角度之外 它有附另外一片花茶片 就是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個人 需要去調整之後 你喜歡怎麼樣花茶的感覺 它的孔徑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可以繼續稍微抵較一下 然後這個換的方式也很簡單 就直接把前面這裡轉下來就可以了 整個臉蓬頭的安裝 我覺得也是超級簡單 就把你家臉蓬頭扭開 然後把這支裝上去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洗頭 那我們就先把頭髮打濕 然後要記得洗頭的水啊 不可以用太熱的 我們把濾芯擠出來之後呢 我們要用手指直接把它塗在頭皮的地方 要你的手指然後抓住你的頭皮 這樣子去按摩它 然後讓那個空氣去產生泡泡 注意因為你有深層的清潔到頭皮嘛 所以它下次就不會那麼快又出油 那距離你下一次洗頭的間隔就可以拉更長 OK好我們現在差不多可以沖掉了 OK這樣子我們就洗完頭了 我知道有很多人就是洗完頭之後 很喜歡用這種毛巾這樣子 去搓你的頭髮 或者是去擰你的髮尾啊 或是這樣搓乾之類的 可是這樣子其實都超級 可是因為很懶得吹頭髮 所以有些人就會直接這樣子包著毛巾 然後可能過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就等到他自己快乾的情況下 才去吹頭髮 我就建議乾脆之前去買一點 像這樣子的乾髮帽 然後這個是 這個的極致快乾頭巾 用法很簡單 就是上一代乾髮帽一樣 它就大概這麼大 就直接把你的 所有的頭髮都 包進這個毛巾裡面 它其實這個空間很大 所以今天不然是頭髮很多 然後頭髮很長的話 其實它這頂都沒有問題 然後它尾巴這裡有一個繩子 然後讓它 彈住你的所有頭髮之後 像這樣捏住 然後再扭轉它 然後這裡就有這個 扣住繩子的地方 把它扣在上面 確保你的頭髮是有最大面積的 被你毛巾包覆著的 這樣子就可以了 像這樣子的乾髮帽 它其實真的比一般的毛巾 還要快乾 非常非常多 因為它畢竟就是為了 乾髮設計的嘛 所以它的這個材質 都有在另外挑選過 那種很細的纖維 是完全不適及屁股的 然後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覺得吹風機 是很容易對頭髮造成熱傷害的 所以 當你今天再把水分 全部都撒掉 請問一下再去推頭髮 那你在吹風機底下 待的時間 就也不會那麼長 然後相對來說 會對你的頭髮更好一點 好了 然後你大概呢 就是包個五到十分鐘之後 就可以直接把這個乾髮帽 好 拆下來了 好 然後你們就可以看到 現在頭髮已經是 滴不出水的狀態了 其實就已經乾得差不多了 通常這個時候啊 我會再用另外這個 護髮精油 好 這樣子我的頭髮 就已經吹乾了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女生 真的不是討厭洗頭髮這件事情 而是討厭吹頭髮 你只要有用 注意像雖然這個乾髮帽啊 你只要包一包 大概五分鐘 十分鐘你再去吹頭髮 其實大部分的水分 在你包頭髮的過程中 就已經被毛巾都吸乾了 所以等於你的吹風機 只要稍微過個場 帶一下吹一吹 頭髮就已經乾得差不多了 以上呢 就是今天跟你們分享的 日本天皇洗頭髮 還有雖然的 除綠潤風頭 跟極致快乾頭巾 希望你們會喜歡 今天這支影片 掰掰